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 这不都谁啊 走 走 我想了 走 我想了 顾虞哥 你 差点不信躲闭 顾虞哥 你先回是吧 我今天不想出去了 小陆 你叫我来这里干什么 顾虞哥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你 是不是讨厌我啊 怎么可能啊 你别多想 别说了 其实我心里都明白的 既然这样的话 那 我以后不会再纠缠你了 小陆 好啊 顾虞 啊 她喜欢你 我们谈恋来吧 故意 下楼吧 故意 下楼吧 故意 下楼吧 故意 你快下来吧 快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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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意 她就是故意恶心我的 不想跟你们胡闹 你走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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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意 我就知道你一定不会下楼的 喂 保安 有人扰民 你干吗 顾意 你真怂 顾意 这 这是在哪儿 发生什么了 有人吗 这 这怎么回事 我怎么在这儿 我有没有和你说过 我那些前男友 你 她们令我不满意了 她们令我不满意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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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救我出来 紫妍 你现在令我不满意了 明白吧 我不明白啊 你先救我出来啊 紫妍 紫妍 你先救我出来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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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紫妍 你你你放过我 我 紫妍 不要啊 不要 紫妍 不要啊 不要啊 紫妍 好 看 我们有宝宝了 骗 骗人的吧 检查包袋都在这儿呢 固义 你怎么不说话了 我 我激怒得说不出话呀 这报告果然是你批的 批图也不仔细一点 医生的电话至少要批个真的吧 还战协议上明确写了 固义 你不能撒谎 否则就要延长你当助理的时长 现在我就可以让你在我身边的 多待一年 这事是我一个人挑起的 我可以一个人承担 你说吧 到底要怎么样 才能免除孤一那一年 让你做什么都行 废话 孤一哥 你有没有看过他素颜的样子 没有 你这精致的妆容 你到底要说什么 你痛快点 你现在当着我跟孤一哥的面卸妆 我就当你们骗我的事情没有发生过 行 卸妆水拿来 哎 你别闹了 孤一哥 你要是不想让他卸妆呢 也行 你就要在我身边多待一年 不就卸个妆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就不怕孤一哥看了你卸妆的样子 就不理你了 当然了 还要看孤一哥的心情 看他是想在我身边多待一年呢 还是想看你卸妆 孤一哥 你说话 你同不同意我卸妆 你们别闹了 不行 不用卸妆 顾一哥 你是不是就想留在我身边 一年够不够 不够的话 加上一年 沈会兴 你适可而止吧你 你到底什么意思呀 你是觉得我会丢人 还是就想待在他身边 我 我 这 我没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们别闹啊 算了 你就 这 这 这是在哪儿 发生什么了 有人吗 啊 这 这怎么回事啊 我 我怎么在这儿啊 啊 我有没有和你说过我那些前男友 啊 你 他们令我不满意了 你 你 你先救我出来 子言 你现在令我不满意了 明白吧 我不明白啊 你 你先救我出来 子言 子言 你先救我出来 不要 不要 我错了 子言 你 你 你放过我 子言 不要啊 不要 子言 不要啊 不要啊 子言 不要啊 子言 等等 我跟你去找你吧 咯一哥 你看我好看吗 好看 我跟我爸说了 这辈子非你不驾 来 我给你准备了惊喜 干杯 干杯 那 老公 我们休息吧 好啊 等等 我有一个小提议 我们先玩个游戏 石头剪刀布 你说了呢 就要睡客厅 赢了 我们才能睡觉 好 准备好了吗 嗯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那 我可不让着你了 接下来我会准备出步哟 石头剪刀 你都不知道让让我吗 一会儿再让着你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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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别说话 听我说 小璐 你没有拖累我 我 我很享受跟你在一起的日子 你别走 好吗 真的吗 谢谢你 顾一哥 你怎么说酒不够了呢 匹克大叔 你怎么说酒不够了呢 匹克大叔 还不少呢 这是以前我父亲存的酒 还使她的叔叔 威尔·海维尔顿海军上江送给她的呢 她也是和表妹结婚的 和威尔克斯加也是表亲 我一直留着她 等Ashley回来过圣诞节的 你们可以喝 不过可别喝光了 因为这是我最后一瓶了 很珍贵的 他叫她乡下江户 这是我的国外 Еще最后一剧下来 我看你已经知道了 我却要吃不要学会 你 lists葦 我这个家人 不够了 你不是很陽 你不是我 我怕的 你不得了 我真的会喝 坐这儿 顾宜哥 今天天气真好啊 是啊 时间不早了 咱们准备走吧 等一下 顾宜哥 我们来玩打手心的游戏吧 我来打 你来赌 我如果打中你的话 就给我买棒棒糖好不好 好啊 棒棒糖 顾宜哥 你最好了 我怀疑 我记得哦 再叫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问你 如果和我在一起要面临那么多危险 你还愿不愿意 这个世界充满了巧合 有时候只是自己吓自己 我的战还没完 一时半会还死不了 不怕可 你们每个男人都一样 说的时候都好好的 做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说的是真心话 你是为何和你身边的每个女人都这么说 哪来的女人啊 你要我提醒你吗 我过几天就要出国探亲了 一个月之后 你要我们身边只有我一个人 要么 你就别让我再看见你 别出去谈亲了 留下来 为什么呀 从这一刻起 我的手机里 只会有你郑子言一个人的名字 你这个理由还算合理啊 但是呢 日清我必须得去探 啊 还去啊 嗯 你跟我一起去吧 我也去 不行啊 我 我还得打工还债呢 就你那些小破工资 我回国以后给你找个更好的 你别磨叽了 我给你走 哎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 你会以为我打架吗 如果有人欺负你的话 我会 这是我们员工办公区 这是我们员工办公区 啊 小路 零七 怎么了 我我我没事了 我我先走了 哎 没事吧 没事没事 我我我去趟洗手间 哎 小路 你叫我来这里干什么 顾语哥 嗯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你 是不是讨厌我啊 怎么可能啊 你别多想 别说了 其实我心里都明白的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以后不会再纠缠你了 哎 小路 啊 啊 啊 这是我们员工办公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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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小路 零一青 你去哪儿啊 啊 没事我去那边坐一会儿就想 哎 小路 你叫我来这里干什么 顾语哥 嗯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你 是不是讨厌我啊 怎么可能啊 你别多想 别说了 其实我心里都明白的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以后不会再纠缠你了 哎 小路 哎 都是啊 啊 嗯 哎 啊 哎 哎 我也有穿症状的时候啊 谁啊 是我 挂起来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那天你跟老板回来 我就开始盯着你了 听说你入职 想给你送个礼物 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 是 你可要替我保密啊 被人知道我住这儿就完了 你见到我 除了这个 就没别的想说的吗 其实我还想问 想问什么 这条领带是不是你前夫的 这是我特意为你挑的 你要是不想要 就还给我 我要我要 我要我要 只要是你送的 我都要 你要干吗 这还在公司吗 有什么下班才说 你也知道这是公司啊 还敲门 生怕别人不知道 这里面有人啊 领带都被你抓住 我给你戴上看看 好不好看 这衣服跟鞋哪儿来的 别人送的 别人送的是吧 胖 一块 两块 三块 钱 你们可以拿走啊 有事好商量 这不是钱的事 你们是谁 想干什么啊 你们是谁 想干什么啊 你和我表白上你 你月轻的事 我都知道 你不知道天高地厚 不是抬举呀 今天 我们来就是教训你的 他叫你来的 要是让他知道 我们就来不了了 给我动手 不要 不是叫你好自为之吗 也行吧 早思早安上 没想到我也有穿症状的时候啊 我 谁啊 是我 挂起来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那天你跟老板回来 我就开始盯着你了 听说你入职 想给你送的礼物 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 我给你 你可要替我保密啊 被人知道我住这儿就完了 你见到我 除了这个 就没别的想说的吗 其实我还想问 想问什么 这条领带是不是你前夫的 这是我特意为你挑的 你要是不想要 就还给我 我要 我要 送出去的礼物 怎么能够回药呢 怎么了 我衣服好几天没洗了 怕有味道熏着你 你就亲戚遇见我了吧 衣服在哪儿 给我 我帮你洗了 这多不好意思啊 谢谢了啊 这衣服和鞋哪儿的 这个朋友送的 朋友送的 既然朋友那么多 那让他们给你洗吧 一块 两块 三块 钱 你们可以拿走啊 有事好商量 这不是钱的事 你们是谁 想干什么 你和我表白上你 你与清的事 我都知道 你不知道天高地厚 不是抬举呀 今天 我们来就是教训你的 他叫你来的 要是让他知道 我们就来不了了 给我动手 不要 不是叫你好自为之吗 也行吧 早死早安上 早 Wizard 李总 你好 我是 immensely事长博的故意 李总 您 您给我五分钟时间 李总 去把车调过来吧 好的 李总 李总 你好 我是真诚市场部的故意 请您给我五分钟的时间 李总 不管你有什么需求 都可以提出来 我们都可以答应你啊 李总 给你一分钟 陈总 还有四十秒 他们能给的 我们公司都能给啊 除此之外 还可以给您最高的VIP待遇 你说的这些 对我而言一点意义都没有 你有什么其他需求 都可以提出来啊 那这样吧 你把项目资料给我 我给你三百万 您这不是让我背叛公司吗 有这三百万 您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再加百分之十 很开心跟你合作 你已经不是公司的人了啊 你不能进去 你就让我进去吧 我进一见钟真就出来 钟总让我转告你 他再也不想看见你了 赶紧走 赶紧走 李月清 你帮我说一下呀 我进去一下就出来 陈总早就知道你背叛了公司 钟总被你害惨了 整个身家都赔了进去 快走吧 对不起 有期待 有期待 小材 我 你 我 对不起 对不起 你没事吧 有没有受伤 干嘛呢 会不会坐马路啊 顾业 我刚才想了一会儿 还是给你换一个物业管理更好的小区吧 这样闲杂人等就不会来打扰咱俩了 我现在就找人办这个事 顾业 顾业 你要不去我那儿住吧 跟我一起住 我肯定不会有寄人篱下的感觉 我也不会强迫你做任何事情 做任何决定都会尊重你 顾业卿 你是不想在公司干了吗 郑总 您要是想辞退我 随时 顾业 你想好了吗 现在就做决定 你选择谁 顾业 我觉得我有必要跟你说一下 如果你跟我一起生活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不会被强迫做任何事情的 顾业 一直不说话可不行啊 你得做出决定了 我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顾业 我理解你 毕竟是人生大事 我给你男人炫耀的空间 我不比你了 这下你知道谁才是最在乎你内心的人了吧 顾业 那我也给你一些空间 随时联系啊 顾业 我没有逼你的意思 你冷静冷静 我也走了 快点累死我了 这么远吗 东西给我就行 东西放下就行 你怎么还进门啊你 可以啊 真把这儿当自己家了 咳死我了 喝完水赶紧走啊 这五个女孩儿 愿你近郊旅行 那晚上啊 是不是得跟你一块儿住 昨天郑子言给我的 说是有惊喜 不错呀 那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什么呀 我一想你就没有准备 还得是我你兄弟 都给你准备好了 用吧 这什么东西啊 装 是不是跟我装 谁跟你装了 春秋像是男孩儿了 这 哎 不过 作为兄弟 我特别认真的 问你一个问题 就这样的生活啊 你真快乐吗 废什么话呀 我当然开心了 不想跟你说了啊 快走快走 那你都保重 走了 哎哎哎哎 怎么拿我吃的呢你啊 子言 什么惊喜啊 这 不好意思啊 我来晚了 那咱们赶紧就用正题吧 故意 我们有些话想跟你说 经过这几天的相处 我们都发现了对方身上的优点 就比如 我很欣赏林月卿的衣品 她给你打扮的也很好看 子言推荐的酒吧 可真也太好玩了 我了解了她的生活方式之后 我整个人都特别地自由 是吧 我们几个相互了解之后 都发现对方的可爱之处 特别是小鹿 每天中午给咱俩准备的午餐 我简直是太开心了 我也是 我也是 我特别感谢钟真姐 给我延长了午休时间 还有慧欣 她的上门按摩服务 实在是太贴心了 你怎么那么好 所以我就在想 如果没有你 其实我们可以成为很好的姐妹 所以故意 这就是我们要给你的惊喜 故意哥 我们不再纠缠你了 我们决定一起开开心心姐妹逃 不意 这个房间是我们单独特意为你开的 毕竟认识一场 怕你一时接受不了 所以这几天 你在这儿好好散散心 姐妹们 我们去海边吧 走吧 你一个 我一个 你一个 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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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给你 都给你 你就坐吧 我看现在谁还理你呢 你干什么去啊 你也来离开我 我倒想了 没事干 我去坐一座马桶 哄哄尿 好 故意 我刚才想了一会儿 还是给你换一个物业管理更好的小区吧 这样闲杂人等就不会来打扰咱俩了 我现在就找人办这个事 故意 你要不去我那儿住吧 跟我一起住 我肯定不会有继任篱下的感觉 我也不会强迫你做任何事情 做任何决定都会尊重你 明月清 你是不想在公司干了吗 真总 您要是想辞退我 随时 故意 你想好了吗 现在就做决定 你选择谁 故意 我觉得我有必要跟你说一下 如果你跟我一起生活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不会被强迫做任何事情的 故意 一直不说话可不行啊 你得做出决定了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故意 我理解你 毕竟是人生大事 就是我给你男人炫耀的空间 我不比你了 这下啊 你知道谁才是最在乎你内心的人了吧 故意 那我也给你一些空间 随时联系啊 你冷静冷静 我也走了 快点累死我了 这么远吗 东西给我就行 东西放下就行 你怎么还进门啊你 可以啊 真把这儿当自己家了 咳嗽我了 喝完水赶紧走啊 这五个女孩 约你近郊旅行 那晚上 是不是得跟你一块儿住 好 昨天郑子言给我的 说是有惊喜 不错呀 那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什么呀 我一想你就没有准备 还得是我你兄弟 都给你准备好了 用吧 好 这什么东西啊 装 是不是跟我装 谁跟你装了 春天好像有男孩了 不过 作为兄弟 我特别认真的 问你一个问题 就这样的生活啊 你真快乐吗 老六啊 给你叫个师弟吧 其实我并没有那么开心 那我相信 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了 明白了 那把东西还我 走了 好 好 一直这样下去太不负责任了 我要结束共享约会 确实 这段时间我们都瞎胡闹了 对啊 感情只能是单紧些 顾艺 都这么久了 你也没有做出选择 其实 你对我们每个人 都不过是好感吧 顾艺哥 虽然很难接受你不喜欢我 但你的真诚还是很感动我的 大家怎么聊得那么丧呢 情感分很多种 不一定得是亲亲爱爱的 我们都可以做朋友的 对啊 大家都是成年人 干吗要去纠结那些 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呢 难得出来玩一次 对 出发去海边 出发吧 出发吧 blues 对啊 没想到 凶啊 嗨 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跟我一起住 我肯定不会有继人篱下的感觉 我也不会强迫你做任何事情 做任何决定都会尊重你 明月清 你是不想在公司干了吗 郑总 您要是想辞退我 随时 故意 你想好了吗 现在就做决定 你选择谁 故意 我觉得我有必要跟你说一下 如果你跟我一起生活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不会被强迫做任何事情的 故意 一直不说话可不行啊 你得做出决定了 别再逼我了好吗 故意 能不能不走 故意 你别冲动啊 故意哥 能不能不走啊 我一摇铃铛 你必须马上出现 我们比赛攒钱吧 看谁攒得多 我想清楚了 故意 你没必要跟他打 走 我送你回家 我不想离开你 不你 还有炸鸡排呢 怎么样 我布置的还不错吧 好 香道不错 我 点上蜡烛更有氛围感了 今天啊 超级开心的 来 干杯 干杯 先生 这是我为您准备的法式鸡排 我来切给你去吧 怎么样 郭亦哥 咱们去下一个干嘛吧 走 两天 久了 我就放下了 把什么拿下 包起来 一把 之后 咱们去下一个干嘛 仔说 顾一哥 今天开心吗 开心啊 顾一哥 我有话想跟你说 就是 我明白自己的能力 不如月轻姐 也没有真总的超能力 但是我想告诉你 如果我们在一起 每天都会和今天一样 简单和快乐 我之前拿自己 跟顾一哥身边的女生 做过比较 无论从什么角度讲 我都没有任何 胜出的地方 就比如慧心姐 如果顾一哥和沈慧心在一起 将不会因为债务而烦呢 我觉得 其实 我想知道的就是 如果我和慧心姐 同时站在你面前 你 会选择谁 傻姑娘 你 别比了 顾一哥 麻烦你问一下快递 地带什么手送的 哦 好 嗯 顾余哥 你看这个好看吗 这俩是不是也不错 好 顾余哥 我觉得咱们有必要计划一下将来的生活 咱俩都没什么钱 所以很多方面需要精打细算一下 房租 水电 吃饭肯定是不能省的 但其他方面我们可以计划一下呀 比如咱俩的零花钱呀 买衣服的钱呀 我在这里做了一份计划表 你看 交通费三百六 然后是衣服五百 然后是鞋子两百 然后是餐费 你怎么说酒不够了呢 屁的大叔 还有不少呢 这是以前我父亲存的酒 还使她的叔叔 维尔哈密尔顿海军上江送给他们的 她也是和表妹结婚的 和维尔克斯加也是表亲 我一直留着她 等安什莉回来过圣诞节的 你们可以喝 不过可别喝光了 因为这是我最后一瓶了 很珍贵的 谢谢大家 坐这儿 顾宜哥 今天天气真好啊 是啊 时间不早了 咱们准备走吧 等一下 顾宜哥 我们来玩打手心的游戏吧 我来打 你来赌 我如果打中你的话 就给我买棒棒糖好不好 好啊 准备好了吗 我要开始咯 准备好了 打不着 不行 顾宜哥 你手速太快了 再来一次 再来最后一次 我发誓 一定会打到你的手背的 顾宜哥 我是真的很想吃棒棒糖 你就让我打中吧 求你了 我可是出了名的闪念快手啊 顾宜哥 那你让让我们 再来一次 顾宜哥 你再不让着我 我真的要生气了 好 再来一次 耶 帮忙堂 顾宇哥 你最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见到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招呼 那么我来考考你 妈妈的姐姐叫大姨 妈妈的妹妹叫小姨 妈妈的各种姐妹都可以叫做各种姨 那么妈妈的表姐的堂姐该叫什么 应该叫大姨母 天哪 你居然知道 妈 看你这么自信 我可要放大招了 这条亲戚的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打招呼 你一定要仔细地记清楚 他们都长什么样子 这个是大鼓 这个是二鼓 这个是三鼓 这个 这个 哪个是大鼓 左边这个 你怎么猜出来的 我又说都分不太清 这样也好 赶快答对所有的提 就可以看我给你准备的惊喜了 最后一提喽 接下来呢 就不得不提到一个糟粕的问题 来的都是老人家 回去就会比较繁琐 那个 是主位 等一下来的长辈有 舅公 祖姑母 姑老爷 那么问题来了 谁坐在主位呢 顾老爷 你干吗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 我查一下 让我看一下说得对 太厉害了顾艺 你竟然说对了 我都有一点存在你 其实这些成就的规矩 我并不在意 反倒是你刚刚 回答我问题的时候 也没嫌我幼稚 而是一直努力地配合我 就 挺感动的 爱情的尖头是被人惯着 你惯着我 我就把机器给你 嗯 是什么呀 吃完饭 你就知道了 在爱惊喜之前呢 我需要再确认一件事情 我想知道 你有没有因为我有孩子 而有所顾忌 毕竟 我们在一起 有孩子在 肯定不会那么潇洒的 那么假如 你跟真总在一起的话 别的不说 肯定要比跟我在一起 洒脱一些 我想知道 在你那心里 是更想要更忠贞 还是跟我 是你 一直都是你 至于男士 准备好来看你的机器了吗 我一直都不是一个主动的人 可能碍于面子 也有可能是因为受过伤害 但当你出现在我生命里的时候 我全然不顾别人的看法 也对爱情 燃起了新的希望 我知道 我现在毫无矜持可言 但我想要你明白 明白我的内心 有多么渴望我们的爱情 此时此刻 故意 我毫无顾忌 故意 你愿意娶我吗 你愿意 不愿意 你愿意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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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愿意 让你喜到老爱 不愿意 刚刚坐的脑袋 对了 顾翼 你给孩子老师拍个信息 介绍一下自己 方便以后你去接孩子 嗯 顾翼 顾翼 我现在有点忙 你把超市买回来的东西 放在冰箱里好不好 嗯 明天去接孩子 去爸妈家 你帮着妈妈盯着师傅把空调秀完 盯着孩子多吃点蔬菜 别老顺着爸妈给他吃一堆垃圾食品 行 知道了 怎么了 不高兴了 不要生气吗 我刚刚又不是故意使唤你的 我注意你做好吃的 老公 屋子好了 怎么办 是的呢 怎么办啊 我在问你呢 怎么办 我知道你在问我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再说了 这大部分东西都是你的 你也不收拾一下 嗯 那这样吧 我做一个瑜伽动作 你要是能完全模仿 这些我全包了 怎么样 好 好 不行 太难了 好吧 那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换一个吧 换一个吧 这有点难啊 你是不是故意耍我呢 没有 你再换一个 这个 这个 是简单了点 还有更简单的吗 开始耍辣了是不是 你身材这么好 就多展示器了吗 行 我倒要看看 你脸皮有多厚 再换一个吧 再换一个吧 老公 我最近学习了些巴西柔术 你知道吧 我不知道啊 那我展示给你看啊 那我展示给你看啊 错了错了 你最后再来一个 好的呢 我最近不光学习了一些巴西柔术 还学习了一下泰拳 展示给你看啊 行 那我来也不行吗 哎哟 哎呦哎呦哎呦 哎呦哎呦 隔壁抽筋了 哎呦哎呦 这我这腿也抽筋了 哎呦 没事吧 没事 我再试一下 行了 我打扫还不行吗 我可不想当个寡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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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哪个是大姑啊 上面这个 其实也算是我为难你了 有时候我也不太分得起他们三个 最后一题了 我问你一点简单的 接下来呢就不得不提到一个糟粕的问题 来的都是老人家 回去就会比较繁琐 那个是主位 等一下来的长辈有 我 旧公 祖姑母 姑老爷 那我问题来了 谁坐在主位呢 祖姑母 这么简单的问题都弄不明白 以我看啊 你也不要叫我家人了 请回吧 别啊 再给一次机会嘛 不给 我努力学好不好 我先拿去下楼去玩 爸爸的爸爸叫爷爷 你逗我呢 其实 这些成就的规矩 我也并不在意 但刚刚问你这件问题的时候 你一直也没说我幼稚 而是努力配合我 就 挺感动的 爱情的尽头是被人惯着 你惯着我 我就把机器给你 是什么呀 一会儿吃饭了吧 就知道了 我们开始学习喽 爷爷 爷爷 奶奶 奶奶 妈妈 妈妈 爸爸 爸爸 什么 爸爸 爸爸 清洗都走了 我们也走吧 清洗呢 清洗还没给我呢 对 我都给忘了 刚才非常感谢你 给我面子 陪我吃饭 但爱情是爱情 婚姻是两个家族的联合 婚姻是两个家族的联合 我知道 我们家有一些规矩 是很陈旧很繁琐 但是是我的家庭 我希望你能适应一下 还是等你弄清楚 亲戚怎么教之后 我们再聊我们的事吧 我也要想要是 是 我 想要很快 我 那我 是 顾艺 你这段时间有没有想我 想 真的吗 嗯 你最好不要撒谎 因为我前男友都是因为撒谎才去世的 什么意思啊 因为撒谎 去世了 对啊 我有一个前男友他是潜水教练 他和别的女生撩骚被我发现不承认 结果他在潜水的时候 洋气频出了故障 当场就去世了 不 不是吧 是 我还有一个前男友 他是登山教练 还 还有 难道他也 他和别的女生撩骚被我发现不承认 结果他当时和我一起登山 不幸失足掉下悬崖 当场包庇 你说蹊跷不蹊跷 不会 是你那个 怎么会是我 我最后一个前男友 他从来都不出门宅在家里 但他出轨被我发现 也是不承认 有一天和我一起睡觉的时候 就再也没有醒来过 虽然我跟他住在一块儿 但真的不是我的原因 所以故意 在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 你有没有和别的女生眉来眼去 啊 我也不瞒着你了 确实有那么几个女生跟我 我真想一杯水泼在你脸上 但看在你老师交代的份上 我就放过你 故意 我早就知道你在公司乱搞的事情了 过去我不管 但从今以后你想跟我有长远的发展 你就要老老实实的 明白吗 嗯 明白了 你好 您的咖啡 文艺 我第一次这么喜欢一个人 会比较极端 啊 没事 没事 可以理解 那你说说 这么久没见我 我有什么新的变化 啊 不就是这个 这 这个 我 没看出来什么变化 没有变化 你再说一遍 啊 这 手是 是新的戒指吗 新衣服 新的衣服对吧 呃 那 那 那一定是发型 啊 一定是发型 算你还有眼力 那我新的发型好看吗 啊 好看 好看 啊 顾叶 我脾气不好 你别跟我计较 啊 不会的 不会的 那 我的脾气是不是 没有李云丝试解好 你 你这是 不提还好 你一说这个 我还真觉得李云丝比你温柔多了 你脾气啊 确实得开开 我脾气没有李云丝好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脾气不好 你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我又说错话了 好吧 你说的是实话 我原谅你 先生 您的果盘 哎 兄弟 哎 怎么了 先生 这是点的最后一个东西了吧 是的 您有什么需要的吗 没有 没有 是最后一个就好 你每送过来一个东西 它就会有个宋命题 先生 这个宋命题还得看您自己的 您要是没什么需要的话 我就先走了 你会娶我吗 说实话 我还没想好 你别这样 我说的是实话 你不是最讨厌撒谎的男生吗 嗯 那个 那个 子言 你先息怒 我是真的喜欢你 刚刚那些回答 虽然很刺耳 但最起码是真实的 你别这么看着我 我有点害怕 那好吧 我只有一个要求啊 因为我没骗你 所以 别把我放到你那些 前男友的下场里啊 你别笑啊 我是真的害怕 你别笑啊 好了 不逗你了 我之前那些问题 我之前那些问题都只是给你一个小小的测试 我只是想我们在一起以后 可以毫无猜忌 互相不隐瞒 能跟我一起走下去 能跟我一起走下去 恭喜你 喜提一位女友 那 你那些前男友的下场是不是 那些都是逗你玩的 他们现在都活得好好的 哦 啊 那就好 那就好 不过 故意 我还有一个问题 怎么还有啊 你放心 我不会测试你了 我呢 天心爱自由 生活不稳定 林月卿生活非常稳定 她好像对你也一往情深 你到底是喜欢稳定的 还是喜欢偏好着的呀 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经历了太多 不太敢把爱疯到嘴边了 说多了什么都证明不了 但现在 我愿意跟你一起 去证明我们之间的感情 进来吧 一会儿我去给你办一个门镜塔 从此以后 你就是这个家的男主人了 我去换衣服 我们晚上出去庆祝一下 我去 不行了 累死了 一晚上去了七个酒吧 赵鱼先生 现在才刚刚三点 我们在家休息一下 然后去下一场 我去不动了 明天还要上班班专案啊 正前还事啊 我得 哦 辛苦了 宝贝 那我可以不去了吗 不行啊 你得陪我去啊 但是 为了表现住我的体谅 我就主动帮你请个假 你觉得行吗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顾翼 我现在觉得你格外的迷人 好了 那就设定了 我现在立刻去换一身行头 继续嗨 哎 怎么这么多东西啊 好累啊 想出去玩的是你 不想收拾的也是你 我和你玩一个致力小游戏吧 为什么呀 你要是能达得上来呢 我就达包所有的行李 你要是达不上来 就你来收拾 那行吧 这是六只小羊 这是四只 那我现在问你 这是几只羊 一只 你答错了 你个笨蛋 你收拾 哎 不行 你再演试一次 这是六只小羊 这是四只 那我现在问你 这是几只羊 两只 你答错了 左边水 右边面 晃悠晃悠糊涂蛋 你去收拾吧 为什么左边水 右边面啊 因为晃一晃 你脑子里都是浆糊了呀 不行 你 你再演试一次 这是六只小羊 这是四只 那我现在问你 这是几只羊 三只 错了哦 我现在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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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演试一次 你再演试一次 这是六只小羊 这是四只 我现在问你 这是几只羊 八只 回答错 你去收拾东西吧 为什么呀 那你听我一口 我就告诉你 停停停 我反悔了 反悔了 我不告诉你 你直接去收拾东西吧 不行 你再演示一次 这是六只小羊 这是四只 那我现在问你 这是几只羊 五只 九只 回答错误 大不但 你快去收拾行的吧 不行 你再演示一次 这是六只小羊 这是四只 那我现在问你 这是几只羊 五只 你怎么知道 就不告诉你 你去收拾吧 还要叠衣服 真的好麻烦啊 我真的好不想收拾 你怎么耍赖啊 我就要耍赖了 就这么开 就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男友都是因为撒谎才去世的 什么意思啊 因为撒谎 去世了 对啊 我有一个前男友他是潜水教练 他和别的女生聊骚被我发现不承认 结果他在潜水的时候 氧气频出了故障 当场就去世了 不 不是吧 是 我还有一个前男友 他是登山教练 还 还有 难道他也 他和别的女生聊骚被我发现不承认 结果他当时和我一起登山 不幸失足掉下悬崖 当场包庇 你说蹊跷不蹊跷 不会是你那个 怎么会是我 我最后一个前男友 他从来都不出门宅在家里 但他出轨被我发现 也是不承认 有一天和我一起睡觉的时候 就再也没有醒来过 虽然我跟他住在一块儿 但真的不是我的原因 所以故意 在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 你有没有和别的女生眉来眼去 我没有跟其他女生眉来眼去啊 你确定吗 当然 必须的呀 以及百分百的确定 是 我最讨厌男生说话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公司 跟林苑青他们纠缠不清吗 我 我错了 你可千万别杀我啊 我 我再也不骗你了 行 过去的事情我可以不管 但从今天起 影响和我有长远的发展 你就必须老老实实的 明白吗 明白了 您好 您的咖啡 吴依 我第一次这么喜欢一个人 会比较极端 没事 没事 可以理解 那您说说 这么久没见我 我有什么新的变化 不就是这个 这 这个 肯定是变漂亮了 具体是什么不知道 但一定是漂亮 敷衍 算了 我就不为难你这个大直男了 不在妳的 张匹 贵 妓业 我脾气不好 你别跟我计较 不会的不会的 那我的脾气是不是没有李云四世姐好 你 你这是 你脾气不好都是因为我 以后啊 我少惹你生气 你脾气就好了 你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 没有 是你调教的好 先生 您的果盘 兄弟 怎么了 先生 这是点的最后一个东西了吧 是的 您有什么需要的吗 没有 没有 是最后一个就好 你每送过来一个东西 它就会有个送命题 先生 这个送命题还得看您自己的 您要是没什么需要的话 我就先走了 你会娶我吗 说实话 我还没想好 你别这样 我说的是实话 你不是最讨厌撒谎的男生吗 嗯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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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 都是实话 说实话 我就是讨厌的 Bengal 一把 一把 再来 我wrp 你 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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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意 其实刚刚的问题 就是想看看你能不能诚实地回答 虽然很多回答会让我感到难受 但我就是想听你最真实的答案 我不想我们以后相处的模式 就是做题环节 所以我想 我们还是冷静地思考一下 我们两个到底合不合适 诶 子洋 诶 子洋 规则很简单 咱俩连续拿五张牌 可以自行选择是否听牌 勾圈K为十点 其他牌面点数不变 加起来的点数 离二十一点或者完成二十一点获胜 超过二十一点则算失败 需要提醒一下 这看似是个游戏 但又不仅仅是个游戏 胜负会影响我对你的评价 那就开始吧 十八 运气不错 我够了 停牌 你赢了 你不用让着我 这虽然是个小游戏 但我希望你可以认真对待 第二轮 我停牌 现在停牌 你就赢了 你说得对 现在怎么这么听话 我以前没有发现 这说明 你还不太了解我 最后一轮 故意 我有点拿不定主意 你觉得我该怎么办 你还是把牌停了吧 好吧 我停牌 赢了 看来 看来 你真的很喜欢赢了 你真的很喜欢赢了 我都很满意 我都很满意 顾一 你知道的 我大部分时候都比较强势 小鸟一人与我无关 和我在一起的话 会常常让你失去男人的尊严 但你如果选择一个 没有那么强势的女孩 你就可以维持住男人的面子 就比如肖露 她就不会给你压力 在你心中 你说 你在意肖露更多 还是在意我更多 当然是你了 我为什么要在意肖露啊 无论是立刻结婚 还是谈一辈子的恋爱 我都愿意跟你在一起 放哪儿吧 谢谢 这有几套房你看一下 喜欢哪套让中介带你去 怎么了 这是要换房啊 这套房我一个人住还行 咱们两个人住 我可以换套更大的 放哪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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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点忘了 这是给你的生活费 这是家里的开销 这个是给你用来还债的 给你准备了一个助理 想去哪儿 你联系他就好了 他想跟你说什么来着 我这一架子想不起来了 今天安排你的工作 必须做 好的 老板 那我走了啊 拜拜 拜拜 四十分钟了 大姐 你快点啊 我在画眉毛呢 才画了一边 你再等会儿 画个眉毛有那么难吗 那你来 我提醒你啊 好好画 满意了以后我才能出门 咱们 八哥 你干嘛呢 重新画 我都请你 barbecue 跟我说个儿子 我请大家 你不要说你 你唸是吧 你不客气 我带去那边 你能用我的头额 你这眉毛都会画到后脑勺了 我求求你好好画行不行 好好好 你是故意捉弄我吗 我很认真地告诉你 这一点都不好笑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好好画 我刀呢 别别别别 你再不好画画我一脚踢飞你 好我错了我错了 画得不错啊 看来没少给女孩画呀 赶紧出门吧 我都饿死了 走吧 我都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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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则很简单 咱俩连续拿五张牌 可以自行选择是否听牌 勾圈K为十点 其他牌面点数不变 加起来的点数 离二十一点 或者完成二十一点获胜 超过二十一点 则算失败 需要提醒一下 这看似是个游戏 但又不仅仅是个游戏 胜负会影响我对你的评价 那就开始吧 十八 运气不错 我够了 新牌 我赢了 运气不错 恭喜你 第二轮 我停牌 现在停牌 你就赢了 有勇气是好的 但过了戒 就会变成莽撞 莽撞 莽撞在情感关系中 会把问题复杂化 你懂我的意思吧 我其实是故意输给你的 你刚刚是独隐上身 故注意志 并不是放水 我真是故意的 最后一轮 故意 我有点拿不定主意 你觉得我该怎么办 可惜了 是挺可惜的 如果保守一点的策略 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过于激进 反而会适得起烂 故意 好好戒赌 彻底戒好了才能离开 你别走啊 放我出去 我错了还不成吗我 辛辛苦苦二十年 辛辛苦苦二十年 一赌回到解放前 一赌回到解放前 十个赌足九个书 十个赌足九个书 新家荡产不如猪 新家荡产不如猪 一个小游戏而已嘛 再说了 激进和强势对咱们俩的影响 应该不大 这样做确实有些催毛求疵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你是我想要找一个终身托付的人 小心谨慎一些还是有必要的 可是 如果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继续看到你的成长 那我们再玩一次 如果沈卉星抓到你出轨了怎么办 仔细想想 要记住 只有我满意 才是正确答案 陷阱问题 我压根就不会出轨 算你机灵 接下来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这里面谁才是彗星的理想型呢 你要好好考虑一下 再回答这个问题 不得不说 我才是彗星的理想型 好 我就喜欢自信的人 贵哥 你真聪明 自信是好的 但不要矫枉过正 最后一个问题 我把提问的权利交给你 你呢 需要问出一个令我满意的问题 记住 我满意 才是唯一正确的答案 我满意 你小子还挺聪明 其实 我们俩一开始 只想逗逗你 行 有意思啊 小子 我告诉你 只要是彗星开口 我从没说过不 当然 如果我女儿 想让一个人消失 我也会全力以赴 就比如 你真的做了对不起彗星的事 彗星让你消失的话 我一定会做到 让你物理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郭亦 你猜我昨天看见谁了 谁啊 郑子言 过商场的时候见到他 好像状态不太好 你要不要去看看他 毕竟他是你朋友 你是谁 你是我的宝贝 我为什么要去找郑子言呢 我真服了你了 我给你看个东西 这是我们婚礼的主题 你看一下 给一下意见 恭喜你 债务还清了 对了 我以你的名义 开了银行户头 以后呢 我们就共用一张银行卡了 你看一下确认信息 谢谢 我给你卖一下 好 好 有意见 行 正好 我们可以一起生活 一起度假 一起管理公司 在一起生个小故意 当然也不用全听我的 一切的一切都听你的 干杯 干杯 那 老公 我们休息吧 好啊 等等 我有一个小提议 我们先玩个游戏 石头剪刀布 你说了呢 就要睡客厅 赢了 我们才能睡觉 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那 我可不让着你了 接下来我会准备初步哟 石头剪刀 你为什么不赢我啊 我担心赢了你 你不开心啊 不行 再来一局 你别耍宝了 是你太厉害了 不行 不行 赶紧的 你赶紧赢 我们要睡了 快 故意 你再搞怪就没意思了啊 没意思吗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不行 不行 你赶紧赢 快 你是故意欺负我的吗 你是故意欺负我的吗 我是故意的吗 你再不赢 我就哭给你看 再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没什么意思啊 我看你就是故意的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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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局 快 你给我认真点 我 我很认真的 哼 再来一次 你不许闹了 学人精吃狗屁 学人精吃狗屁 狗屁帮你二里地 你再胡闹 我生气了啊 再来 你 你别这么看着我呀 再玩最后一局 如果你再初步 我就打你哦 再来 你都不知道让让我吗 一会儿再让着你 你不是要好的人 那你不要这么吃 你谁谁处的 你别这么看 我也不想赢 这些东西 不能让我去 如果沈慧昕抓到你出轨了怎么办 仔细想想 要记住 只有我满意 才是正确答案 我觉得 我应该会极力狡辩吧 你这么做是对的 要么认了 两个人的婚姻不长 要是再狡辩一下 我的女儿这么单纯 还真没转 我还在呢 你们俩说什么呢 赶紧下一个问题 接下来 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这里面 谁才是慧昕的理想型呢 你要好好考虑一下 再回答这个问题 这还用问吗 一定是沈总宁啊 胡扯 你以为我分辨不出什么是恭维 什么是实话吗 龟哥 我爸最疼人家拍他马屁了 最后一个问题 我把提问的权利交给你 你呢 需要问出一个令我满意的问题 记住 我满意 才是唯一正确的答案 够了 您太幼稚了 任何考问都不会让我离开您女儿 没有人敢说我爸 你怎么能说我爸的不是呢 我问完了 结果我不满意 你 慧昕遵守约定 故意 全部选C也有概率对于到的呀 你爸不是不同意吗 我爸不同意我们俩结婚 又没有不同意我们俩谈恋爱 不过 你什么时候娶我啊 你爸什么时候不提问的时候再说吧 这小子脑袋不灵广 慧昕 你遵守约定 故意 不被长辈祝福的感情 往往都长久不了 这 你现在说什么都是副作用 我们都冷静冷静吧 傻姑娘 别比了 故意哥 麻烦你问一下快递 地毯什么手送的 好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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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顾业 你给孩子老师拍个信息 介绍一下自己 方便以后你去接孩子 嗯 嗯 进来吧 一会儿我去给你办一个门禁塔 从此以后 你就是这个家的男主人了 我去换衣服 我们果然出去庆祝一下 这个家的女人 并不理解 我来找到小姐 obtained 对了 今天是讨厌的男主人 做出房子 然后我去帮你 你帮我和她一起 怎么了 这是要换房啊 这道房我一个人住还行 咱们两个人住 我可以换套更大的 恭喜你 债务还清了 对了 我以你的名义 开了银行户头 以后呢 我们就共用 一张银行卡了 你看一下确认信息 对了 对了 雲思 你来啦 你还记得这里吗 当然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就是在这幅画前 不易 我没有结婚 还有几幅花 我帮你挂 我帮你挂 我帮你w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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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